台铁花联机物段维修列车的厂区内 27号下午发生一起公安意外 也是因为列车调度不慎 造成维修列车有差状 造成5名台铁员工跌落受伤 目前仅仅要把伤者送医了 至于详细的情形还有肇事原因 还仍在调查理清 27号下午3点左右 台铁花联机物段编主EMU540 维修完毕之后 在车库内移动时 不小心撞到另一台停留编主 车上5名工作人员 包括一个女生四个男生 受突发撞击受伤 一位同仁轻微扭伤 两位送慈激医院 两位送门诺医院诊疗 目前他们都意识清楚可以走动 而事故原因则是由台铁局劳安市 和运安处在调查当中 今天中午12点半 我们EMU540板断 进你联修工作的时候 联修工作因为马达损坏 我们修理完成以后 在办理户内实施工作 因为检查人员自认失疑 撞到前方的车辆 导致车辆损坏 有四位员工 由救护车送到医院去 另外有三位员工 自觉身体不适 我们也请他一併新医院做检查 已经为了保护员工安全 七位员工里面的意思都很清楚 都只是一个是比较因为肩膀受伤 另外一杯是 就头部有点晕这样子 其他五位都是很小的伤害 只为了安全起见 调度的时候舒适 没有不是调度 调度没有关系 就是刹车的时候 刹车太慢 或是失灵 应该不是刹车太慢 所以是应该是 维修的是哪一个车种 他遭撞的停止了 那一辆零停被撞击的又是哪一辆 维修车辆是EMU540 被撞是EMU536 是泰鲁格还是自强号 是区间车 区间撞区间车 有影响到未来的一个 所谓的发车的燃料吗 我想我们会尽量维持原来的车辆去跑 非警惕情况下 我们不会去隐瞻到瘀的权益 由于争取事故发生在花莲几物断裤内 并没有影响到其他阵线的行车 大花莲新闻综合报导